一台蔚来ET5的价格可以买两台荣威D7EV 价格如此悬殊 究竟是蔚来ET5价格虚高呢 还是荣威D7EV物超所值呢 我们今天来找找答案 先说共通点 设计层面 两者都是采用了新能源汽车时下流行的极简风格 而且都是利用了横眉树木的设计语言 但整体看上去 两者有像也有不像的地方 蔚来ET5会更加的年轻运动 而荣威D7EV更加的有那种温婉的知性味道在里面 不同的有两大方面 第一个是动力和驱动形式 蔚来ET5全系标配四驱 最大功率360千瓦 最大扭矩700牛米 4秒破百 而荣威D7EV追求的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最大功率155千瓦 最大扭矩310牛米 6.5秒破百的动力表现 已经比很多传统B级车要强不少了 值得一提的是 荣威D7EV采用的是上汽星云平台 它的先进性可是国际大厂认可的 加上豪华车常用的后驱架构 五连感的独立候选架 超稳电感下去 另一方面的区别就是内饰的用料 以及是乘坐的舒适性 荣威D7EV都要远胜未来ET5 荣威D7EV的匀速自容座舱 用料深为考究 鸡皮 真皮搭配包裹 大面积的钢琴烤漆和磁木四板的点缀 满满的居家温馨风格 相比之下 蔚来的极简风格相对来说要素养不少 空间决定舒适性 所以蔚来ET5没什么舒适性可言 尤其是它的后排坐垫比较低 有点蹲小板凳的感觉 另外就是它采用了全景填布的设计 但是头部空间依然是比较压抑 相比之下 荣威D7EV的空间感和乘坐舒适性都要更优 肉眼可见完全没有任何的压抑感 另外就是它座椅的坐垫足够的高和足够的长 所以对腿部的承托也是非常的到位 另外就是它的座椅利用了九层材料的填充 所以坐上去贴合人体之余 还非常的安逸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 荣威D7EV还给你配备了遮阳连 所以赛多了也不怕掉头发 新能源赛道还得看中国品牌 中国新能源品牌已经到了传统大厂跟新势力的较量 而传统大厂的技术研发能力 以及是生产制造体系能力 都是新势力们部所具备的能力 传统汽车大厂的底层逻辑是以先进技术 安全以及是实用性为核心价值 这不是所谓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能力的 在我们做选择题的时候 不能被眼前所看到的迷惑